好啊同城完工作人员也得帮着秀背 好啊王大主意昨天刚和你哥同城完 今天不光自己从帽子到衣服都要和哥哥穿同色系的 让我最没想到的是今天的妍妍 好家伙上衣穿的居然是巴黎世家呀 拜托昨天哥哥回京穿的可就是巴黎世家的鞋呀 关键就是哥哥已经很久不穿这个牌子了 上一次穿还在20年的快年晚会彩排上 结果巧了上次哥哥穿这个牌子的时候 妍妍呀就穿了同款 这样我瞬间想到上次哥哥前脚刚在14号 放出他在暴走老家的Vlog里面穿了石头岛的短裤 结果紧隔两天后的16号 弟弟再次亮相随行的妍妍呀也穿了石头岛的短裤 再一看弟弟好家伙大夏天的穿了一件石头岛的长袖外套 好家伙王大锤感觉是自己不敢穿的同款 却让工作人员穿了呗 总之这种情况我只能给出两种解释 要么妍妍呀是俩宝的工具人 要么妍妍和王不一样是个战维呀 王一宝这一天的委居谁等啊 就说他等了多少天 好不容易等到对象回京 而同城的当晚也还得悠着点 因为第二天俩人都有活动 所以王一宝一大早 依然还是憋着一股子牛静 起来赶飞机去工作 能不委屈吗 所以这不他上午15分钟就把广告拍完了 连最喜欢的赛车也不留恋 很快就完成了 然后立马下班直奔机场回北京 这北京有对象在等着他呢 而他这时不完的牛静还没用完 今天依然祝福北京 爱情包姜库又来了 那不是嘉奔的热姐啊 夏姐啊 洛姐啊 就这么高级的场合 你们都进去了 我看好多夏姐 好多大V 都转发了我们热姐的图 怎么 维粉姐姐的战绩是进不去吗 一家人啊 搞不出两种出头姿势 说你俩不认识 谁信呢 这简直是商量好的姿势嘛 站在一出场 全场的千万VP 都穿着晚礼服和高尔鞋 冲上来给他拍照 我好像知道为啥王老师 火急火燎的 要往家赶了 我说这款裤子 是救过你俩的命吧 不过这一项爱情包姜库 了解一下 品牌方有多愁我们站着 你们看这颗钻戒 又多闪又多大 就是说我买个塑料钻戒 都不敢买这么大的 姐妹们快看哥哥今晚的造型 深微配短款西装 我的天哪 就这个显著的健身效果 简直是一览无余啊 真不怪王波 今天一大早出去工作 也要选择在当天 极限往返北京啊 这要换谁 北京也这样一位调戏 等着能不着急啊 还有哪位姐妹和我一样 被哥哥手上的大个子弹吸引了 拜托就跟哥哥这一身搭配起来 简直是又贵气又大方 结果当我想去小市那里 搜罗更多的美图时 才发现竟然没有这套造型的照片啊 小市不能这么见来吧 还是说这套图被某人扣下了 毕竟我觉得现在某人在家里面等了呀 应该是太着急了 极限飞行 只为能早点回家充电啊 一波天海没亮就飞去长春工作 下午三点不到又要赶回北京 你们说北京到底有谁在 让他这么着急的赶着回家啊 谁说异地恋不稳定不长久 那是要看是谁在谈 咱家俩宝的爱绝对是没有条件 就创造条件 是贸雨13小时奔赴怀游 是三改航班半夜到也要同城一晚 是下雨天也要赶去练车的执着 所以今天这急匆匆的赶回家 还用我多说吗 问就是长春冷衣服没带够 北京有人行暖水带 希望时间慢一点 同城的时间长一点 一起祝福北京吧 谁是财神爷 真的是一目了然 说到做到个人演唱会包开 波波下半年有新歌 个人演唱会也在筹备中 求巡演能不能开个十厂二十厂的 不然真的抢不到啊 各位手下留情给个机会好不好 一波不是财神爷 谁是财神爷 2024年上半年各平台热度 一波主绑420个 文娱546个 整个公司的热度加起来也没有一搏一半多 这是业绩完成率而不是金额 敢不敢直接写目标金额 如果直接写了 怕不是一起绝尘了 超级期待伯哥的出场啊 波波今天会参加Voke盛典 早在几天前会整活的流冲 就给每个人布置了 出发图的主题是松弛的live图 现在第一个艺人的出发图已经出现了 确实是够松弛了 想起前段时间伯哥的装扮和去年的出发图 本就松弛的波波肯定又会让人意想不到 看现场的布置 这次的排长确实很大呢 现场的人说安保工作做得非常好 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 流冲的评论区就有人说 今年还要给波波安排最好的 另一个说是给他自己安排的最好的 然后他回应你有更好的建议吗 不出意外那这次也会一起楼 昨天又说了要每一位明星 选择一件最能代表自己个性的服装 就像这件衣服写了你的名字 有姐妹就调侃波波 你别是要穿赛车服走红毯啊 这样的话 估计烫搜又是榜榜有业名啊 85号赛车手太酷了 真的很佩服王一博的行动力 我都还没有从他上天入地的探索新进的纪录片中回过时内 结果人家转眼就变身85去赛车了 服神已经官宣独家签约赛车手王一博 实在太酷了 85号赛车手的全新赛车 融合了竹叶牵舌元素 品牌爸爸十里重拉 每次的涂鸦都超级酷 看到这里想到了前几天 妥妥们放出了消息 相信大家都看到过 他们非常肯定的说 波波不会去赛车 也不会去珠海 现在呢 是不是啪啪打脸 哪怕你说一句非官宣不约呢 为何如此肯定 因为对接说的 妥姐那边的对接啊 是如何每次都对接上假消息的 怎么把真消息都放给了我们百香果 假消息都给了你们啊 我说这对接啊 不能是我们百香果之头的卧底吧 对不起 但是这真的很好笑 老王昨天一天赶了两班飞机 忙了一天 回到家里 打开手机 感觉天都塌了 昨天站在那边活动一结束 就又跑回了一场 参加今天他们的杀青仪式 今天晚上呢 老王同样也要参加那个什么圣典 不是啊 我说这是你们谁找来的图 把我笑的啊 时间19年8月份 然后我说 从结束合体见证博军一销的衰败 当时粉丝定格62.8万 然后又来到了19年 又说啊 博军一销超华人数 巅峰95万 来见证美帝的博军一销的衰败吧 这是哪位好心人呢 就是没有别的事情可干了 就在这见证我们啊 美帝的衰败了 那不好意思 我现在真的很想把你找出来 就想告诉你 我们现在已经400多万粉丝了 原来是真的摸手手了啊 我看谁又羡慕了 好家伙一直以为这是电脑合成的画面 其实这是真的互动啊 小家伙摸王医保的手手 还摸了好多把 还被亲手喂冻干吃 握手表现好 才给吃 所以这里波波手里握着的是冻干吧 努力表现的狗狗就给它吃一口吧 就是这个叫坦克的狗狗乖乖的在 波波的休息室 太可爱了吧 哈哈 还让波波跟狗狗培养下感情 它开心的说好啊 然后就撸啊撸 哎呀 刺客羡慕一条狗了 超喜欢狗狗的波波 看到狗狗就离不开眼 忍不住撸啊撸 还教狗狗滑滑板们和它一起玩 你看这开心的不像是演的 最羡慕的还是这个新机狗 等一下 放唐蓝 热解的图终于来了 我一直在等它的图 因为今天现场就是珠宝秀 所以它整个的光打都会非常的强 但是你看看它们这二姐妹 等一下 放唐蓝 想听 先去投票 天色我比同产片多了 看到战哥这幅图吗 你说他这幅图叫什么 你们知道 这一次的晚宴 这些设计的元素 来自于冰岛自然之水 他将山与水 光与影 冰与火 做出了26件 影尸珠宝兽 是冰与火 战哥这幅图 把鸡皮疙瘩都起来 红玫瑰代表谁都知道 看到它胸口带的这辆色吗 看到这熊熊燃烧的火焰吗 这个海浪 它上面相见了20克拉 251颗圆钻 说在这个大堂面前 数字我都不想踢 眼熟 没错 是梵高喜欢的那幅画 这个海浪在绑一把 和战哥同款 Tom Ford那个小礼服 乐华家族演唱会那天 发的 Deep in the sea tonight 在海浪山出 记得他配的这个表情包 就是这个设计师 这几灵感来源 还代表什么 不用我说了 帮你帮 在冲浪电的时候 给战哥画的那个爱心海浪 记得吗 那个小岛 战哥后来去万宁的时候 还去打卡 我最初不是还在那边买了房 这有没有人知道 现在万宁的房价 有没有人知道 这边雪山流化的水 这个系列 保时龙的这26款 代表不同的系列 你先甭管开始 我们特别希望他带的那个冰冻 就是中宇 雷宇的对象 带的那一票 他浓浓就是套 除了这海浪 和雪山融化的自然之水之外 还有黑沙 石刻 水墨 波纹 冰冻 穷顶 有没有觉得战哥的这一套的 画风色调很野手 是 就是王一宝上次 金鸡甲的时候 带羽毛熊 真打一次 这光影和冰雨 火和红玫 和羽毛 和海浪融化的雪水 香不香 好的 结尾高低整两句 怎样来诠释他们这太浪漫的爱 酒情 所谓海不辞水 故能称其深光与露 契合 月与海浪漫 我们志在新城大海 无需为浮游入族 所以赶紧 却逃不足 我十七个人能看到王一博的红毯 在深圳Vogue时尚盛典当中 去年的那一场GQ的活动 每个人都在费尽心思走红毯的时候 王一博在宾馆发出一张 能看中央五套的照片 而今年的王一博晒出这张 终于让咱们看到了 由他开辟的那一条攀岩线路 这张红点证书 今年七月 泰大士集团确认流冲 担任Vogue服饰与美容的主编 而王一博更是今年BOF500强 唯一入榜的中国男明星 就这样的都还有人说 奥Vogue杂志好不给王一博排面啊 排名排那么厚 学个拼音的都看得出来 这是按照拼音字母排序的 不过就是要辛苦咱们王一博 要飞长春拍摄奥迪的顾料 然后当天又要返回北京 后天再飞去深圳 超爱看王一博走平坦的松石坦 毕竟在任何场合都素颜的 顶流南明星 他有什么可焦虑的呢 他身上永远散发着一种 得知淡然失知淡然的气质 可能这就是向上的生命力 比皮囊更有杀伤力的道理 祝各位能够像王一博一样 和自己同评 其他的万籁云云 对未来真正的慷慨 就是把一切献给现在 UNIQ解散了 39少年团什么时候解散 这是网友听到UNIQ解散以后 发出的呼声 UNIQ霸绑后柱子 突然说只是宣妈到期 UNIQ还在没散 丁何月华的合作期限到 2024年的时 成立十年 今天是十周年纪念 了解的比较多的 还是宣妈那个时候 赵王一宝是机场 拍陈情令的时候 我的对皮脑动了一下 就是说李文汉前段时间 和夏之光在拍戏里 虽然说前两天 看到夏之光也代言了 鸭鸭我就已经开始动了 再往前两天 就有一个热搜 叫夏之光 真的很怕肖战 就是肖战管他 原来我们不是有一个假设 他在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以及一切能够服务于 艺人的这种经济一条龙之后 他是不是会牵艺人 那如果牵艺人 他会牵谁呢 于是今天当看到 UNICO解散的时候 我心里面第一反应 你们帮我说是 SQUEEZE 宣妈说的聚散中有时 世上的人和事 来去都有她的时间 同行的时候是快乐的 就是好的相遇 所以相信王一宝 他自己的判断 和自己的感受 至于名字前面的UNICO 去不去掉 什么时候去掉 他一定比我们更清楚 你们看到我这条视频的时候 王一宝应该已经好本性了